无法复制的鲜美? 这种食材可遇不可求。 有一种珍贵的野生菌松膜,它不能人工培植,除了一般蘑菇需要的水分、温度外,它对于邻居野的选择也很苛刻,必须是具有风骨的松树,松树根才行。 而它,正是天红橱网下面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,松膜。 松膜小档案。松膜是一种名贵的野生食用菌。 在亚洲向来被视为菇中之珍品,其菌肉肥厚细嫩,香气浓郁,味道鲜美,是宴会上稀有佳肴。 虽然松膜也称为松菇,但它和有食用菌之王的美称的松荣不是统一种菌。 松膜有名松菇,山蛾子,血红毛丁菇,松散膜,松定膜,其成熟期在6至8月,无论新鲜的还是前的松膜,接其相扑鼻。 松膜的肉质细嫩,菌香郁浓,口感滑嫩,是宴会上稀有佳肴,而且,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和保健功效。 主要产地。 物以稀为贵,但是最珍贵的还是不可复制,松膜不可人工制造,只有天生天养,能不能遇到,一切看天意。 松膜生于海拔700到500米的阴坡或半阴坡的松树林中,主要分布于东北、西南及安徽、台湾、西藏等地,吉林长白山是重要产地。 一般的油松,黑松,红松林中或真阔叶混焦林中地上都有生长。 而它主产自河北北部山区及辽宁西北部山区,两地松膜产量占国内松膜市场总量的80%。 。 此两地的菌钙发红,菌饼金黄,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,风味绝佳。 。 营养功效。 松膜不但风味极佳,香味诱人,而且还含有丰富的营养,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。 松膜中含有各个多元醇,松膜内的抗氧化矿物质还可以抗肉瘤。 。 。 据化学分析,该均维生素、蛋白质、脂肪、各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都很丰富。 。 而中医认为,松膜具有强身健体、异常健胃、止痛理气、化痰、止痛、蛆虫、抗癌和治疗糖尿病的功效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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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松膜的烹饪 松膜在东北地区是常用的食材,一道东北家喻户晓的小鸡炖蘑菇,里面的蘑菇就是松膜,而在西藏地区,大多将死菌活烤后蘸盐吃,也十分鲜美 松膜鲜食,可供烧,炒,配肉烹调菜肴或做汤等,值得一提的是,鲜松膜的黑色表皮需要处理前径再焯水,否则有可能会引发腹泻等症状 而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是松膜鲜或俗称鹅子 松膜鲜放到温水里浸泡40分钟,使蘑菇充分吸收水分 切记洗蘑菇的时候不要用力,避免营养流失 在做菜的时候蘑菇要把水分量前,这样才更有味道 最后,为大家带来几道松膜的菜式赏西,以供大家参考 松膜土豆片 松膜溜肉片 松膜蜂蜜蜜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